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这个全新一充电器 我知道的好像就是从尹达琴最开始做的 后面就来了乐力之美 再后来就是各种小品牌接踵而来啊 质量也是称之不齐 不过我前面测试尹达琴的这个120瓦的 数据出来还是挺不错的 所以我在橱窗也给大家推荐了这款充电器 毕竟备用首选吧 今天就是测这个你们都想看的尹达琴120瓦 三口充电器 有什么不一样测测就知道了 喜欢我视频的老铁人们 记得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 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 咱们话不多说 先开箱 这个包装盒好像跟以前那一个包装盒是一样的啊 中间就是充电器的图片 淡化加标识 影达琴的logo 后面就是GN100瓦淡化加全兼容超级快充的标识 背面充电场景图片 侧面是注意信息 这一面则是规格信息 我们打开包装盒 拿出充电器 充电器和数据线放在一个塑料的卡座里面 这是充电器 内部还有一个合格证 这个是数据线 我们拿出充电器本体 充电头外面有一层纸 把它包着的 我们把它撕开 充电器的风格的话 跟以前这一个单口的这个是差不多的 颜色也是一样的 数据线的纸包装上面也亦有这种说明 这是一根编织数据线 充电器这个表面还有一张膜 我们也把它撕掉 做工的风格跟这个单口还是差不多 只是多了两个充电口 一如既往的采用的是折叠插角的设计 这个插角镶嵌的有点深啊 这样直接是拿不出来的 充电器连包装 整体的重量243克 充电器连数据线一起的重量199克 单数据线重量26克 单充电头重量172克 充电器的高度61毫米 宽度62毫米 厚度30毫米 连插角的高度77毫米 数据线的直径4毫米 整根数据线的长度1米 多了大概78毫米 A转C口的设计 这根数据线的质量 应该比我们上一次测的那一根线的质量要好很多啊 从这个线材的编织网的细节上面可以看出来啊 充电头和数据线的外观 我们简单的看了一下 我们现在就是进入测试部分的内容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充电器的规格信息 这边引答琴的logo GAN全兼容快充充电器 型号是RY-C101D-ALL 这个充电器输入电压是200-240毫 它不是全球电压 输出规格 A口最高120瓦 C1口最高100瓦 C2口最高20瓦 三口同时输出是80加20加20的模式 这下面是3C认证 海拔小于2000米以下使用 双路绝缘 非热带地区使用 室内使用 和勤务扔下垃圾桶 3C认证信息咱们放在屏幕上 有需要的可以截图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三个充电口 它所支持的快充协议的情况 首先这是Type-C1口 快充协议支持的情况 高通QC3.0的 5V 9V 12V 20V 3.6-20V 华为FCP最高24瓦 华为的SCP协议22瓦 三星的AFC最高24瓦 展讯的SFCP 后面是联发科的PE加和PE加2.0 然后这个是公版的PD3.0的协议 PD3.0点进去 固定档位最高是20V5A100瓦 PBS协议3.3-21V的 5A也是100瓦的PBS协议 下面三个则是基础功率 然后这是Type-C2口协议支持的情况 我看一下这些协议 除了PD协议不一样 其他的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PD3.0点进去 它的固定档位最高是12V 1.67A 也就是20W 然后有两个PBS的档位 一个3A的 一个2.2A的 基础功率也是一样的 这个是A口 它所支持的快充协议的情况 蓝厂的VFCP7-20V鞋液 最高功率120W 高通QC3.0 5V 9V 12V 3.6-20V 然后华为的FCP鞋液 最高功率18W 华为的SCP鞋液 最高功率100W Vivo的SVOK鞋液 还有一个DCP基础功率 然后这里还有一根白色的线 也可以说它是一根小米的桥接线 用这根线来测出它的A口鞋液 有蓝厂的120W 然后多了一个PD3.0的65W 小米的私有鞋液的120W 这根白色的线 说白了就是为小米家的设备准备的 全鞋液充电器 主打的就是全兼容 所以说兼容部分的测试 我们就不测了 直接从实际充电开始 首先就是对绿厂的设备 我们对它的充电数据进行一个采集 看它的功率究竟有多高 目前这个手机还有6%的电 我们直接采集数据 可以显示超级闪充80W 这个OPPO手机充电已完成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它的WALK协议充电最高功率是36W 也就是一个峰值功率 后面的话就是一直呈坡型的 缓慢的下降功率 一直到充满电 整个充电时间从6%充到100% 一共花了一个小时 这个充电速度肯定比原装的充电器速度要慢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充电的温度 最高温度是49度 测试的时候我们室内温度23度左右 这部手机是荣耀300 我们用它来采集SCP100W的充电数据 目前这个手机还有8%的电量 显示100W的快充 这个荣耀300充电已完成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它这个充电是有高功率阶段和中低功率阶段的 最高的功率爬升到70W的功率 但是只持续了一分钟不到 后面就是60W左右的功率 充了两分钟时间 再降到51W的功率 充了大概30秒钟时间 降到0W再重新启动 再爬升到42W的功率 又形成一个尖峰功率 后面就是33W的功率一直在充电 充了10分钟左右 降到30W的功率 充了大概8分钟左右 又涨了一点功率 然后就充到90% 逐渐的下降功率直到充满电 整个充电时间40分钟 这个充电速度也算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温度 这个功率稍微高了那么一点点 它的最高温度也是49度 测试的时候 我们室内的温度24度了 然后这部手机是米家的设备 如果用这根黑色的编制线来充电的话 它就不会启动小米的私有快充 就要换上这一根白色的桥接线 这样的话就可以启动 这个米家的67W的充电协议 手头上没有120W的 我们就用这一个来采集 米家私有协议充电数据 这个小米手机充电已完成 我们看一下充电区间炉 最高的峰值功率是44W 然后降到40W的功率 充了大概4分多5分钟时间 后面是33W的功率 充了2分钟时间 然后就是27W的功率 大概充了8分钟时间 后面的话基本上都是23W左右的功率 90%以后它降了一下电压 变成了5V的电压在充电 然后后面的话 它又涨到9V的电压在充电 然后逐渐的充满电 整个充电时间一共耗费51分钟时间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温度 最高的充电温度也是49度左右 咱们今天室内的温度大概在26度左右 这部手机是蓝厂的设备 S48可以支持80W的超级快充 我们用这个手机来采集蓝厂的快充数据 目前这个手机的电量还有13% 这部蓝厂的手机充电已完成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这个曲线图最高功率是55W左右的功率 持续了大概三分钟时间 46W左右的功率 持续了大概三四十秒钟 后面就是33W的功率 持续了一分半钟左右 然后后面就是平均25W左右的功率 一直充到90% 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直到充满电 这个手机的充电时间一共是47分钟 也算是可以吧 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温度 这个充电温度的话 大概也是49度左右 从这个微博手机的时候 我们室内的温度是24度左右 现在是这个充电器 它100W烤机的状态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已经足足拉了两个小时 真实功率是99W的功率 一直在运行啊 没有降功率 但是我们看一下温度 这个温度的话 大家看一下 最高的温度是89度 这个温度曲线图 它有一个抖升的情况 是我把这个采集线的位置 挪了一下 挪到它最高温度的地方 后面的温度就跟 我们热像仪采集出来的温度 基本上是一样的 最高温度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 这个热像仪采集的图片 表面温度是89度 核心温度是104度 这个温度确实有点高啊 所以说这个充电器 我还是建议大家 给手机充充电就行了 这个温度有点夸张啊 这一次测试的时候 我们室内的温度 还是26度左右 我们现在对这个充电器 进行65W烤机 这个充电器 65W烤机 现在温度已经拉得 基本上平稳了 我们就可以停止了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正式的功率是 65W的功率一直在输出 没有降功率 一小时十几分钟 温度的话 在一个小时的时候 就基本上就已经在 66度左右徘徊 这个时候我用热像仪 也采集了两张温度图片 表面温度最高的时候 是67.6度 核心温度最高的时候 是74.4度 看来这个充电器 65W功率 持续运行是没有问题的 测试的时候 我们室内的温度24度左右 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一下 这个充电器 它的多口功率分配的情况 还有就是看看 多口使用 它会不会有断联的情况 这个充电器单口功率 C1口是100W C2口是20W 然后A口的话 就是动态功率 它是私有鞋液 最高的真实功率 我们测出来是70多W 我们先看双口的功率分配 Type-C1口 我启动100W功率 再接上Type-C2口 接上的瞬间 Type-C1口的功率是 纹丝不动 一直稳定在100W 这边的功率就是启动 PD20W 总功率120W 这个充电器没有虚标 我们拔掉C2口 这边也没有变化 没有断联 再插上去 也不会断联 我们拔掉大功率的C1口 C2口也不会断联 功率20W 纹丝不动 C1口和C2口同时使用 它是不会断联的 然后我们来测试C1口加USB E口的情况 E口的话 我们用这根白色的米加的桥界线 来插这个库赖克15号 它是可以启动大功率的 我们先接上C1口 启动C1口的100W功率 然后我们再接上E口 C1口没有断联 功率会调整到20W 这边E口就走的PD65W 正式功率是62W 这是走的米加私有鞋页 我们再拔掉E口 反应速度它要慢一点 功率会回到100W 我们再来看C2口加E口的情况 我们先启动E口的大功率吧 因为C2口是一个小功率20W的 我们把E口启动到65W 然后我们再接上C2口 USB A口纹丝不动 功率的话还是这么多 C2口启动20W功率 拔掉C2口 E口也会纹丝不动 我们拔掉E口 C2口的功率也是纹丝不动 不会有断联的情况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三口功率是怎么分配的 我们还是先启动E口的大功率 PD65W私有协议 然后我们再接上C2口 C2口走20W E口还是纹丝不动 我们再接上C1口 同样的前面两个口都是纹丝不动 C1口功率也是走的20W 真实的总功率是100W左右 也就是120W总功率吧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按顺序来 C1口我们启动100W功率 我们再接上C2口 C1口纹丝不动 C2口启动20W功率 我们再接上A口私有协议 C1口的功率就马上就变成了20W A口的话就变成了PD65W 总功率跟刚才是一样的 100W左右的真实功率 我们现在要做的测试就是来测试一下这个充电器的电能利用率的情况 也就是它的能量转换效率 测试之前我把这两根线的线主测给大家看一下 这根线材我们上一次做这个引来琴的充电器的时候 我们拆过一根 这根的话这是新款的一种编织线 这根线的线主大概是155毫欧左右 这根白色的线主是180多毫欧 这根编织线确实做工要好一点 这两根线材的主要用途 这一根是应付蓝绿厂或者华为 这根白色的它主要是应付米家的私有协议 它这个C口里面的芯片配置是不一样的 我们后续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充电器它不支持110V 我们直接测的就是220V的电压 插电的瞬间浪有功耗是2.5W 经过几分钟测试下来 它的待机功耗它是有浮动的 最高的时候1W 最低的时候0.6W 经过几分钟测试 它的220V综合待机功耗 大约就是0.75W的样子 5V3A 45W功率 220V输出19.6W 这边直流输出45.5W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79% 9V3A 27W功率 220V输出32.3W 这边直流输出27.6W 则算转换效率85% 12V3A 36W功率 220V输出41.8W 这边直流输出36.6W 大家看一下这个输出都是满功率 这边这个充电器内部也是有限损补偿的 则算转换效率88% 15V3A 45W功率 220V输出51.3W 这边直流输出45.6W 则算转换效率89% 25V3.25A 65W功率 220V输出72.5W 这边直流输出65.7W 则算转换效率91% 25V5A 100W功率 220V输出111.6W 这边直流输出101W 则算转换效率也是91% 这一轮测试下来 这个充电器它的平均转换效率 在220V状态也可以达到87.2% 证明这个充电器内部的架构用的也是很不错的 我们测试这个效率它是包含了AC转DC电路和DC转DC的电路 有这个成绩是很不错的 现在要做的测试就是老铁们最关心的这个充电器 它的交流纹波输出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三个充电口我们都要测试一遍 首先来测试Echo Echo的纹波我们要用这个米家的桥接线来进行诱片 诱片出来的电流经过电流表它有一定的滤波的作用 所以说大家自己加个10毫浮左右的纹波吧 首先是5V3A15W功率的时候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是43.7毫浮 平均纹波是在27.1毫浮左右 9V3A27W功率的时候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是50.5毫浮 平均纹波在25.4毫浮左右 15V3A45W的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是29.5毫浮 平均纹波是23.2毫浮左右 这个充电器没有12V 只有5V9V15V和20V 这三个档位表现很不错啊 现在是20V65W的功率 大家看一下这个纹波有一点点波动 但是这个纹波很低啊 最高的时候是24.98也就是25毫浮 平均纹波是19.7毫浮左右 现在是200微秒的分辨率 我把分辨率调高一点 看看它的纹波究竟摆动幅度大不大 调到2毫秒的分辨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也就45.7毫浮 这个纹波表现也是很不错的了啊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测试它C1口的纹波 5V3A15W功率的时候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是59.1毫浮 平均纹波47.7毫浮左右 9V3A27W功率的时候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是80.5毫浮 平均纹波67.4毫浮左右 12V3A36W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82.6毫浮 平均纹波71.4毫浮左右 15V3A45W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是61.5毫浮 平均纹波51.2毫浮左右 20V3.25A65W功率 跟A口一样一进入25档位 它的纹波马上就下来了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是25.5毫浮 平均纹波21.3毫浮左右 1毫秒的分辨率 最高功率25.5A100W功率的时候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是34.7毫浮 平均纹波30.8毫浮左右 这个纹波表现很不错了啊 现在是Type-C二口纹波的情况 5V3A15W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73.6毫浮 平均纹波69.2毫浮左右 9V2.22A20W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90.8毫浮 平均纹波84.8毫浮左右 12V1.67A也是20W的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是102.1毫浮 平均纹波88.4毫浮左右吧 就这个C二口的纹波超了100 各位老铁人们 这个纹波表现怎么样 我把数据全部都称识出来了 由你们说的算吧 今天这款引答琴 120W三口氮化架充电器 总体表现可以说是中规中矩 带点惊喜 首先它通过了3C认证 安全合规 而在快充协议兼容性方面 表现很全面 实测兼容华为 小米 OPPO Vivo 主流的私有协议 功率基本都可以跑到40W左右 日常多机快充 完全够用了 三个接口中 C1口和USB-A口输入文波 表现优异 在几十毫浮 C2口 尽管峰值达到了100毫浮左右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水平已经 稍微优于苹果的原装充电器 表现还算是有亮点吧 小小的遗憾 就是它在满载散热方面 稍显吃力 100W长时间烤机测试 外壳表面温度 直接就是89度啊 内部核心的温度 突破了104度 所以我建议这款充电器 更适合做备用快充 或者是日常 中低功率设备使用 不太适合 持续大功率负载的场景 总结一句话啊 协议兼容广 文波表现佳 做复手非常的稳 但是烤机控 大功率使用 请绕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着记 你们的支持 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